简儋的陌冉手 词 Throw the 浮华烟芸 恍入梦 多少豪气已冷 过世家世 新往世 即强热血难平 岁月无尽 青丝为宗 花发一生 爱与多情 相濡一抹 相守今生 相守今生 相依相伴 从此携手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老板 查到花恩的底细没有 查到了 他现在画面姓金 自称是商人 但是很神秘 很低调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怎么和罗昊东搭上呢 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好 好 朕希望世国 永远停留在这一块 雨桐 雨桐 你在想什么 你不觉得 我们这样才像是夫妻吗 可惜这样的日子 可惜这样的日子 不会再有 怎么会呢 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你留下的离婚协议书 我 我在上面签了字 现在 我们算是正式离婚了 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对象 你是知道的 我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对象 我只想还你自由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一直对我避之不及 现在终于有机会 可以摆脱我了 为什么要放弃啊 你要知道以后 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 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们会走在一起 我们会结婚 这是天意 你 我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不后悔 我不后悔 俊杰 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 我会 我要跟你做一辈子的父亲 我们不要分开 永远不要分开 不要分开 不要分开 我会的 俊杰 我应该是 你不在哪里 我应该是 你不在哪里 你也不在哪里 你不在哪里 我以为你 你不在哪里 来 这儿喝了 好好睡觉 谢谢 我从没见过你那么悲伤的悲伤 不用看你的脸 就知道你的心情 在想方俊杰吗 没有 如果我没有猜错 方俊杰就是康康的爸爸 我说过 等他回来会亲自向他解释清楚 看来现在更有这个必要了 不要去 他们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对方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总是要苦你自己成全他人呢 你是爱他的 他也爱你 只要你勇敢踏出一步 你们就可以修成正果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是压抑自己的感情 应是撮合并不相爱的一段 相姑就哭住了 我去跟方俊杰说 你要说来我们就不再是方样 你不再是方俊杰说 你折磨自己也在折磨我 你知道不知道 大天一天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舍不得看你这样 就等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你不要有任何压力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 没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觉得忘记他 相信我 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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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一把 老夫人 二小姐和姑爷回来了 奶奶 奶奶 来了 爸爸妈妈 看看 还有爸爸呢 爸爸呢 看看 有没有乖乖 听阻奶奶的话呀 有 没有骗爸爸吗 没有 康康好乖哟 康康有没有想妈妈呀 有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康康还想爸爸 康康真乖 真乖 爸爸也想你 老夫人 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那就叫雨童跟俊杰出来吃饭吧 很真话的 我们康康长大了 现在是小男子汉了 真同事 奶奶 哎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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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伟不是说要回来吃饭吗 怎么还没回来呀 奶奶 我回来了 大家都到齐了 雪妈 开饭吧 是 老夫人 汤来了 好 今天请大家回来吃饭 主要是庆祝俊杰能够平安归来 趁这个机会 大家也聚一下 既然是一家人 就不要客气了 康康 你今天还没有叫姨父呢 他不是姨父 他是坏叔叔 叫姨父 不 他欺负我妈妈 他是坏叔叔 是这样 有一次为了躲避空袭 我们碰上了 所以康康对俊杰有些误会 是不是 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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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父是个好人 他不会欺负人 以后要叫姨父 这样才乖 知道吗 康康 姨父是个好人 您想不相信舅舅 嗯 相信 那该怎么办 怎么叫 姨父 乖 对 今天还是第一次 两个女婿在同一个桌上吃饭 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机会 这样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 那当然了 奶奶虽说大了 还吐个什么呢 希望以后啊 你们能够常常回来看奶奶 那真是太好了 来来来 大家吃饭吃饭 来 康康吃饭啊 要是妈也在就好了 要是妈也在就好了 这是呀 来 多吃点菜 华先生 好久不见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真是巧啊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 请坐 请问您喝点什么 其实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你 你认识我们罗总 罗总大名鼎鼎 谁不认识 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生意上的朋友 罗总为人海派 很会照顾人 我们出门在外 能认识这样的人物 非常幸运 只是这样吗 别静谈活 你呢 机器到手 转翻了吧 什么机器啊 明人不说暗话 你能认得出我来 我就认不出 买大发机器的幕后黑手 是你不讲解 书后跑得远远的 却跑得重进来 你们把苏家的人活剥了你 成情这么大 要碰上还真不容易呢 再说了 你要不说 谁认得出我来 你不要太肚定 苏家的人不是那么好对付他 苏家现在已经贫困潦倒 是另一个阶层的人了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倒是你 你今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这不会是巧合吧 你离开重庆 我们想要无事 这你管得着 我提醒你 我们的交易 已经严护良极 互不相欠 我跟罗总很熟的 也许你很想让他知道 你曾经被判冬家的事 那我也告诉你 把我逼急了 我会不惜玉石聚焚 把你咬出来 老板 我不跟你说了吗 干嘛自己送上门去啊 我已经被华安认出来了 我们道高一尺 人家抹高一丈 幸好来这之前 摸清了华安的敌 什么意思啊老板 华安背后可能有靠山 而且来头不小 否则他不会那么有恃无恐 真想不到 华安在香港究竟做了什么 怎么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那气势 成福 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侠阿盟了 老板 那我们要小心提防这个人了 不行 我不能让华安掐着脖子走 我得赶紧抓住了我好多 喂 喂 我是安妮 安妮小姐 有什么事找我啊 你不是说志伟升职了 要帮她庆祝的吗 怎么都拖了这么久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这两天正忙着苏家的事呢 那还要等多久啊 等多久 既然你那么着急 那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今天 好啊好啊 正好我爸不在家 那要不 现在如何 现在 现在是我上班时间 忙着呢 不如 晚上吧 那好吧 那地点你打算定在哪里呢 我到时候定好了地方 再给你打电话吧 好的 再见 小马 你看好美啊 还说不来呢 不来多可惜啊 山美水美人更美啊 还说呢 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都不带我来 这一次还是沾了嘉丽的光呢 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 你们两个是要比 谁的面子更大呢 你看上面有个凉亭 从那看整个重庆城 一定很漂亮 我们快上去吧 快走 人美 走慢一点 我都跟不上了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 我都跟不上你了 我说你啊 这少奶奶当惯了是不是 连这点路都走不好啊 来 智伟 来来来 这边 什么事啊 没想到吧 来 坐 坐呀 你们干嘛搞得这么神秘啊 是安妮 她一定要给你个惊喜 恭喜你高升 真的真的不敢当大小姐 现在我不是什么大小姐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 来给你庆祝的 对对对 我今天也不是什么萧总 而是以老同学老朋友的身份 祝你步步高升 酒我就不喝了 真的 我好久没来这种场合喝酒了 而且我待会还要送大小姐回家 你们喝吧 我说志伟 想当年在上海 你堂堂一个大少爷 这种地方你也没少来啊 怎么突然之间转变这么大 脱胎换骨了 我酒走现在挺好的 好了好了 既然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就好好地玩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不醉不归 我们也是一番好意 你就别早兴了 来 喝 对 来 这就对了 来 满上 来 谢谢 今天这酒喝得好痛快啊 没想到罗大小姐的酒量 如此惊人哪 你也不差啊 你才是九国英雄 九国英雄 好 志伟 那就麻烦你送一下罗大小姐 好 我的车在那边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啊 再见 嗯 诸位 怎么了 车子发动不了了 那该怎么办啊 走 怎么了 志伟 车子突然打不着火了 这样啊 那我送你们吧 这样吧 你把安妮小姐送回家 我看看车子怎么能修 行 好 那你自己小心啊 嗯 快 下车 二池 大小姐呢 大小姐昨天出去了 一晚上都没回来啊 那她说去哪儿了吗 昨天是小苏带小姐出去的 会不会有事啊 没事的 有志伟陪她 不会有事的 你去忙吧 哦 是 罗总 您回来了 啊 对了 昨天晚上车子坏了 我已经叫人拖去修车厂了 这两天就没车用了 那安妮呢 你没跟她在一起 昨天晚上 我让小姐送她回来 她没回来吗 打电话给小姐 快 您好 罗公管 警察局 昨晚我们警察巡逻时 发现一辆轿车弃着在路边 车子外壳 有打斗造成的破损痕迹 车内移下一只女士用包 包内发现一张昆大学生证 会长您看看 照片上的人是不是恋爱 是我女儿 那家车子人呢 你认识萧健 我们是朋友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 估计他们两人已经遭到了绑架 好 你好 我这里是罗公管 请问有见到罗安妮小姐吗 没有 麻烦你如果有罗安妮小姐的消息的话 第一时间通知我可以吗 好的 肯定是老范 这件事一定跟她有关 老爷 刚才有人送了一封信 要我交给您 罗会长 你女儿在我们手上 拿一百万万 如果报警 让你一辈子见不到你女儿 果然是绑架 绑架 这会是谁呢 不知道 但我女儿肯定在他们手里 那我们要报警吧 他们的信上信 如果我报警 我们父女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 好 调查 应该是这儿 怎么没有人 人哪 把钱放进去再说 拉 我女儿呢 要找你的女儿 去岭南宾馆207房 快走 老板207房间的打 在上面 坐 好 走 安定 是 爸爸来了 别怕 别怕 没事 慢点 爸 我怕 好了好了 爸 没事了 没事了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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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怕 别怕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小姐 别怕 罗伍伯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跟志伟分开之后 我就送安妮回家了 没想到半路杀出一帮劫匪 把我和安妮拉下车 我们当时被打晕了 等我们醒过来 就已经在旅社房间了 老板 站住 警方那边有线索吗 警方找旅社柜台问过了 昨天晚上有四个大汉 扩着两个袋子投诉 付了两天房钱就出去了 那名字呢 登记住宿的名字根本是假的 旅社的人你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说是外地人 不爱敌人 重庆有这么多的外敌人 上哪儿去找啊 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 幸好安妮还没有事 否则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现在 这当是破财免灾了吧 安妮没事就好了 我有点累了 想回去休息消息 小姐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了 你还是留下来陪罗伯伯和安妮 他们需要你 你小心点 我先走了 骆总 这件事情真的不再查下去了吗 不必了 我知道是谁干的 行啊 小马 办事越来越利落了 赏你的 好的 谢谢老板 哎 老板 我在想啊 那个罗会长 也不是什么好惹之人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有麻烦啊 我也是受害者 罗浩东就算有十个脑袋 他也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再说了 只要计划能顺利进行 就算他以后发现什么 他又能奈我何 对啊 老板 您太聪明了 日后 我还要向您多学习学习 这怎么就说有人来就行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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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你是大罗的人吗 对啊 是 请了罗安宁和肖剑士私奔吗 先生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 罗浩东会成全他们吗 对对对对 跟我们透露一点吧 是啊是啊 您说两句吧 透露一点啊 您说一下 对不起 这都是一派胡言 无中生有的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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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来 来 来 罗总 您也好吗 那你说 怎么会有这些谣言 可能是吕舍那边泄露了消息 报仇无论田有家族乱血一通 您不要太在意 我能不在意吗 我要知道他是谁 我绝不放过他 爸 爸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生气啊 没什么 我们在讨论公事 报纸给我 没什么 给我 报纸 他们怎么可以乱血 爸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吗 安妮 安妮 没事了 没事了 安妮 爸爸在上面 不会有人伤害到底 没事 放心吧 安妮 志伟 如果是记者不要理他 小剑 你看到报纸没有 昨天晚上的事报纸上乱血一通 喂 小剑吗 你在哪儿 你马上来见我 对不起 我没想到送安妮小姐回家 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被歪曲事实 你真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事 我也是受害人 我没有理由这么做的 我是男人被写被批无所谓 可安妮小姐就冤枉了 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 你怎么补偿 我已经约了写这篇报导的记者 让他们更正 我还打算召开记者会 我亲自去城京 更正有什么用 说明有什么用啊 伤害已经造成了 安妮的一生都毁了 你教她以后怎么嫁人 怎么再上楼社会立足啊 罗伯伯 我愿意对这件事情负责 给您和安妮一个交代 你怎么负责 我这样做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要是您不反对的话 我愿意和安妮小姐结婚 你喜欢安妮吗 安妮小姐 人长得漂亮又聪明 我当然很喜欢她 这虽说是权益之计 但我有信心 能给安妮小姐 也带来幸福 罗伯伯 我之前对安妮小姐 从来没有过这种念想 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但是我相信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事到如今 除了两个人结婚 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幸好小姐 无论家事和外表 和安妮都很相配 只有这样了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着手筹备昆礼 越快越好 是 什么 你让我嫁给肖剑 我不要 我不要嫁给她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不嫁都没有办法了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不要嫁给她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谁 我在问你话呢 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啊 可人家不一定喜欢我 那就不用说了 何况这种事情 对我的名誉地位都不好 可是我跟肖剑是清清白白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 难道您不相信啊 我当然相信 那我相信有什么用 要让外边的人相信才行啊 其他的人我不管 只要那个人相信我就好 那个人相信你也没用 要让全重庆的人都相信 凭什么有好力 他们的看法 我问心无愧 随便他们怎么想好了 我不会让你胡来的 挺好的 爸爸不会让你嫁给别人 也不会让你在别人面前 抬不起头 肖剑也算个人才 不会配不上你 在世界上 肖剑还可以做我的左右手 我仔细地想过了 这是唯一一个 两千其美的最好的办法 爸 你还是认命吧 爸爸不会害你 爸爸会帮你办一个 很体面的婚礼 你就安心地做新娘吧 爸 我不要嫁给小姐 爸 怎么了 爸 大小姐 您冷静点 您是不是气口糊涂了 来 你快去告诉我爸 你要娶我 我不要嫁给小姐 罗总要你嫁给小姐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小姐 拜托你 救救我 大小姐 大小姐 你这玩笑开大了 我是认真的 我宁可嫁给你 我也不要嫁给小姐 婚姻不是儿戏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喜欢你 我要嫁给你 你快去告诉我爸 你喜欢我 你要娶我 好 够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你说谎 你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喜欢我的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承认 我并不讨厌你 但是对于我而言 你就是个大小姐 没有别的想法 更别说娶你了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苏志伟 难道 你喜欢杨儿那个爷丫头 没错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 你 我 我不要放弃 我一定要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没有人可以安排我的 好 崔阿姨 不好意思 这么晚打扰您了 我有急事找小崔 哦 等一下 喂 我是小崔哪位 小崔 我是安妮 你听我跟你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别再看了 你这两天忙我一直想问你 我想知道 你对安妮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在我眼里 安妮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突然就要嫁人 我有点转不过来 是啊 别说你了 连我都觉得很突然呢 而且 安妮 肖剑 他们两个人是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 你很了解他们 也不是 至于那天啊 我有事找罗总 一不小心听到了 罗总啊 他是为了要平息谣言 所以才决定 把安妮嫁给肖剑 是这样吗 照理说肖剑结婚 我的噩梦也解除了 我应该觉得高兴 可是我想到 这关系到安妮一生的幸福 我不得不告诉你 至于肖剑的为人 我几年前就领教过 如果说他是真心爱安妮 也就算了 我就怕不是 我就怕 他对安妮另有企图啊 有什么企图 我不知道啊 所以为了安妮的幸福 我们就不要着急了 还是观察观察肖剑再说吧 那我真得找我大哥好好谈谈 老爷 二爷来了 正好 吃饭 来 家父晚快 别忙活了 我还有事 话说问就走 是啊 我怎么忘了 我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有话直说吧 大哥 我不赞成安妮嫁给小姐 安妮的婚事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的婚事 能不能取消 或者暂缓 好吧 但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我会听你的 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杀人凶手 当安妮的丈夫 那要看看她当时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换作我 可能我也会这么做 这种人有分裂的人格呀大哥 那是因为雨晗玩弄萧剑的感情在先 令她失去了理性 大哥 你这话听谁说的 据我的了解 当初雨晗并不爱宵剑 好了 你不要说了 我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 今天 为了安妮的幸福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所有不快的事情都尽快过去 让那些谣言不公自破 大哥 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 不是 我是为了安妮 我的女儿 我这所叔叔的 为自己唯一的侄女 未来的幸福 特意过来给你中稿 而你却不听 安妮的婚事我是不会改的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好吧 我严禁于此 这安妮幸福 就当刚才的话我没说 好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不怪你 是我通知晚了 你今天约我到这儿 应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既然上天把我们绑在一块儿 那我们就应大家的期望 结了吧 那四年 那四年 我的小丧手 我触摸你 你 你 却隔着天涯 身影不平 再学不挣扎 问怎么还暖不了琵琶 blew're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 的尘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